有史以来人类捕抓到的十种最大海洋生物 你见过20米长的巨型乌贼吗 日本人只因意外捕获神秘巨型生物 就为当地带来了9.0的大地震 神秘的海洋里生活着许多有趣的生物 而人们在海洋抓过的奇怪生物不计其数 本期《地球最套》将带大家探索 世界上被人类捕获的十种最大的海洋生物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巨型海龟 也叫棱皮龟和极龟 是所有龟类家族中体型最大的 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超过1.51年 身体长度已经达到了3米 体重将近一吨重 棱皮龟的分布区域相比较 其他海洋龟类的范围更广 除了热带和温带地区的温暖水域有分布以外 在一些冷水海域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2016年的一天 佛罗里达州的一座沙滩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景点 两名成年人在海滩上偶然发现了一只巨大的乌龟 立刻被这个异常壮观的生物吸引 男子迅速拿出手机拍摄了这只巨型乌龟的画面 并将其上传到网络上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兴趣和好奇 很快 一些生物学家看到了这段视频 并判断出这只巨大的乌龟是一只棱皮龟 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海龟之一 当附近居民得知这个消息后 它们纷纷赶到沙滩上 想要亲眼目睹这只巨型乌龟的庞然之姿 视频画面显示 巨型乌龟正在迈着缓慢而稳定的步伐朝着大海前进 第九名马铃鱼 又称其鱼 体长通常可达四米 体重可以超过900公斤 它们的上颌骨向前突出 形状像枪头 身体覆盖着小而坚硬的鳞片 皮肤粗糙就像皮革一样 马铃鱼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水域 通常栖息在水深不超过200米的上层区域 它们是远洋游泳的鱼类 经常出现在海洋的开阔区域 它与其他鱼类不同 马铃鱼以其迅捷和敏捷的游动而闻名 其鱼的游泳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 1970年的夏威夷瓦湖岛 一群勇敢的渔民进行了一次钓鱼探险 当他们在大海中努力垂钓时 突然他们感到一阵强烈的拉力 当他们将鱼钓起来的时候 他们惊讶地发现这是一条体型庞大的蓝色旗鱼 体长3米左右重达600公斤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蓝色旗鱼 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 它们将鱼带上岸石 不得不使用起重机将鱼从船上转移到陆地上 第八名黄带鱼 世界上最长的硬骨鱼类 一般体长为4米 最大体重达270千克 由于体型巨大 通常被认为是横扫海底摧毁一切的怪兽 通常生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温暖海域深处 水深1000米处 黄带鱼的体型细长而侧扁 成带状 全身覆盖着银灰色的皮肤 身体上方有一条华丽的红色背棋 头部的棋像皇冠一样华丽夺目 而令人震惊的是 它没有屯棋 而它们长长的腹棋形状酷似摇奖 因此也被称为摇奖鱼 黄带鱼会因地震而受精油至潜水避难 所以棋的出现预示着会有大地震发生 故有地震鱼之称 2019年2月1日 日本富山县北部的渔民们准备进行一次日常的捕鱼工作 当他们在海上努力捕鱼时 他们无意间捕获了两条异常罕见的黄带鱼 然而 这些渔民并没有选择将这两条珍贵的黄带鱼带回岸上 相反 他们决定将它们放生 于是几天以后 本周岛先台港发生9.0级地震 人们认为这场地震就是黄带鱼给带来的 有史以来人类捕抓到的10种最巨大海洋生物 第七名翻车团 别名翻车鱼 令人感到震惊的是 它有两项世界吉尼斯记录 分别为世界上产卵最多的鱼和最重的硬蛊鱼 一般鱼类产卵大约是30万 而它可以达到3亿式普通鱼类的10倍 其中最大体长可达5米 重达2000千克 为大型大洋性鱼类 2021年 地中海修达海岸附近的一个渔船上发生了一起 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名海洋生物学家正在该地区进行研究 当他经过渔船时 突然发现起重机钓着一条巨大的翻车鱼 他通常生活在深海中 很少被人类目击到 对于海洋生物学家来说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他请求渔船上的船员将翻车鱼小心地放下 以便他能够对它进行观察和记录 在研究完毕之后重新将其放生 第六名巨型符份 有名鬼符 头前掌有由凶旗分化出的两个突出的头旗 就像魔鬼头上的脚一样 所以人们又把它叫做魔鬼鱼 海洋中上层大型鱼类 一展超过七米 体重达两吨 背部体色黑至灰蓝色 下面白色聚灰色点斑 皮肤粗糙有林类似鲨鱼 分布各大热带海域 可以快速潜水 深度可超过一千米 有时也会跃出水面 在2020年 在马尔佩港附近的曼加鲁鲁深海 一天渔民出海时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气息 他决定冒险深入曼加鲁鲁深海 一段时间后 渔民感到一阵巨大的拉力 当他抬头看向被吊上船的鱼时 他几乎难以置信 那是一条重达一吨的巨型符份 身体长度已经接近六米左右了 于是渔民将巨型符份展示在港口边 让周围的人用手机拍摄照片 记录下这难以置信的时刻 第五名巨型鲨鱼 也被称为大白鲨 是一种可怕的掠食者 可以达到约八米的长度 它是世界上最具攻击性的鱼类之一 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洋沿岸海域 大白鲨可怕而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 就是它们嘴里长着又尖又大而扁的牙齿 大白鲨一生中可以长出多达六次新的牙齿 而且牙齿数量非常之多 有的甚至达到一万五千多颗 2012年4月的那天 渔民准备在科尔特斯海展开一天的捕鱼工作 他们乘坐着自己的六米小船 一如既往地投入渔网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即将发生的惊人场景 当渔网沉入水中时 渔民立刻感觉到渔船突然产生了强大的拉扯力 他们费劲地拽着渔网 心想可能是一条异常大的鱼类被网住了 然而 当他们终于拉上渔网 震惊的表情几乎凝固在脸上 在他们的眼前是一只巨大的白鲨 长达七米 重达一吨 令人胆战心惊 第四名巨型章鱼 这个巨型章鱼被称为北太平洋巨型章鱼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巨型章鱼之一 也是寿命较长的品种 它保持着体长最大的记录 可达到九米 并且体重高达272公斤 与其他章鱼相似 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具有对称的身体结构 头部成球根状 并拥有八条覆盖着吸盘的触腕 这八只处万可以扩张开来 形成一件巨大的披风状物体 在这个披风的中心位置 有着有慧和齿舌用来捕食猎物 1957年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小海滩 曾经发生过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 当地居民们来到海滩散步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一只巨型章鱼搁浅在岸边 这只巨型章鱼直径惊人的达到9.6米 重达272公斤 一位深海从事25年的生物学家认为 只有加拿大西海岸的海域才会存在如此巨大的章鱼 那里温和的气候和水中丰富的食物 保证了章鱼能够长成巨大的身躯 20米长的巨型乌贼你见过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10种被人类捕获的最大海洋生物 第三名巨型乌贼 是世界上所有乌贼中体重最大的品种 它的体长可达20米左右 体重约为2至3吨 这位世界上最大的无脊椎动物 巨型乌贼就生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深海水域 巨型乌贼以鱼类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为食 通过触手上覆盖的锡盘捕捉猎物 它们的生长环境通常位于深海 这些来自深海的怪物非常难以捕捉 只有极少数被发现活着或者尸体 然而 其中一只被冲上新西兰惠灵顿海滩的7米巨型乌贼 恰好让一组兄弟发现 俩兄弟立即联系了当地的研究所 他们表示打算将乌贼妥善清理 这些巨型头族类动物大部分时间都隐藏在海洋的深处 所以没人真正知道这最新发现的乌贼是如何冲上海滩的 但无论如何 这绝对是迄今为止冲上海滩的最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海洋生物之一 第二名抹香精 又叫巨头精 世界上现存的最大食肉动物 是哺乳动物中潜水最深的动物 身体背面呈现出黑色 负面为银灰或者白色 成年抹香精平均身长15米 头部占动物体长的三分之一 它们主要栖息于南北纬70度之间的海域 从赤道一直延伸到两极都可以发现它们的足迹 在2018年 一群沿海生活的居民在它们所在的小岛上发现了一 头已经死亡的大型抹香精 这个小岛位于一个海洋丰富的地区 经常有各种海洋生物出现 但这次的发现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当居民们发现这头大型抹香精时 它们立刻感到震惊和惋惜 但同时也引起了对它死亡原因的好奇 于是居民们团结起来 决定将这头抹香精从岛上一开 以便给它一个体面的安葬 它们集中力量 利用绳索和工具 小心翼翼地将抹香精从海滩上 拖移到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 第一名蓝精 地球上最大的生物 自然界最惊人的存在之一 它的身长达到33米 重量竟然高达180吨 这相当于25头非洲象的总重量 或者说比2000至3000个人的体重 加起来还要重 温暖海水与冰冷海水的交汇处 是蓝精绝佳的气息地 蓝精的巨大体型和力量意识的人们 早期没有敢猎杀它们 由于蓝精的皮下有一层厚厚的脂肪 可以做肥皂 斜油等 因此挪威人用专门设计捕捉 大型鲸鱼的鱼叉装配了它的轮船 从现代捕精开始的年代起 就对蓝精竞相滥捕 在高峰时期 全世界一年就捕杀蓝精近3万头 2018年7月 冰岛捕精人被反捕精组织指控捕杀了一头蓝精 该组织还发布了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作为证据 据了解 这头被捕杀的蓝精在被肢解切碎之后 将被销往日本 获得了解